赵露丝24岁生日庆典 赵露丝24岁生日庆典 曾黎、朱瑞出席 场面隆重浮夸 赵露丝在他24岁生日那天 举行了生日庆祝活动 派对在五彩缤纷的花海中的海滨举行 他的圈子里的朋友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 朱瑞是胡可的密友 他演过很多配角 但性格开朗 在演艺圈也有很多朋友 曾黎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赵露丝在生日会上给曾黎送了一块蛋糕 这是因为曾黎和朱瑞晒出了和露丝合影 帮他庆祝 两人穿着相似的时尚 曾黎和赵露丝私下一起滑冰 曾黎喜欢发短视频 拍搞笑短视频 这说明人气和赵露丝的人品相隔一张 他的拍摄关系只需要配合 赵露丝的生日会 人山人海 一个身着黑色连衣裙 要带价值一千元的女孩 笑起来非常好看 很吸引人 生日当天 赵露丝晒出与好友的合影 他们都通过共同的兴趣表达了一种友情 赵露丝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生 作为他们24岁生日派对的一部分 赵露丝团队租了一个大场地 并请来了他们家的一只狗来装扮 他们还强调预算与婚礼一样庞大的大钱包支出 赵露丝今年24岁 女性气质也从那时起只增不减 24岁的女明星正值最佳年龄 露丝成名比大多数人都早 考虑到她的时尚选择 我应该考虑创造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喜剧角色 曾黎和赵露丝在各自领域被认为是老大 很多人期待他们再次合作 曾黎不害羞也不生气 这让她自从和露丝合作后又火了 从那以后年轻演员比年长演员吸引了更多的流量 曾力成为了这一转变的一部分 因为赵露丝在网红 他也是网红的朋友 他们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不同 他们甚至一起张贴照片 赵露丝和他的人气都是相互独立的 一位网红晒出了赵露丝为自己的生日举办的派对的照片 私人会场邀请了很多人 看起来像是上流社会的主妇安排的庆祝活动 会场以优雅浪漫的主题装饰 既然大多数人不知道赵露丝举办了生日会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富裕的婚姻策划者的结果 赵丽颖的聚会人数更多 比露丝的还要热闹 她的女性化 低调的装扮为她的夜晚增添了气氛 赵露丝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女演员 她的行为被认为是平均的 然而 她的滑冰技术令人失望和局限 没有仔细注意 预测鲁丝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祝露丝生日快乐 希望她24岁以后能有所进步 圆脸甜美的赵露丝 怎么这么好看 在提名我想表扬的人时 我忍不住选择了赵露丝作为我的候选人 她太可爱了 她永远不会得罪任何人 今年是露丝最好的一年 她的《三千压纱》和传闻中的陈千千 在2019年上半年上映 陈千千的表演人气可见一斑 她的作品激发了电影和电视观众 寻找甜蜜生活的灵感 近日 林允申 赵露丝主演的新剧《我喜欢你》 热播 在创建宠物主题时 人们应该考虑分享有关快乐 和简单宠物的故事 《小魔女故胜男和霸道总裁》 陆金聪出演电影版《喜欢你》 神静夫妇因为主角之间的强联系 拥有超高的CP感 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男女主的每一次互动 都让观众忍不住笑出声来 逗得大妈甜到让观众心跳 也跟着加快了 今天的例子 我将重点介绍赵露丝 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主角 赵露丝因在多部古装剧中 饰演的角色 而获得了众多粉丝 我不得不说 她明显伪造的面部特征 和充满胶原蛋白的皮肤 看起来很舒服 她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治愈的笑容 任何人都不能忽视 有人认为赵露丝超重 体重120斤 然而 当她和陈千千拍戏时 她相信自己有79磅 这可能是 所有圆脸女孩的问题 她们身材苗条 脸小 但往往会不小心形成几层下巴 所以今天我建议你去挖掘一下 赵露丝的圆脸 你能从她的化妆和服装技巧中学到什么 看看她的照片 你会发现她的脸与裸妆 淡妆 精致妆容 透明底妆和乳白色皮肤 相得益彰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看呢 对于眼部周围的妆容 要注意睫毛和下眼尾 匹配头发的颜色很重要 最关注的是扁平眉毛 还要确保将眼影与大地色调相匹配 为这种带有卷曲度眉毛的外观 增添了一些额外的生命 为整体外观增添了许多动画效果 赵露丝的脸妆包括脸颊和鼻子 形状很钝 然而 她突出的形象增添了一点英雄气质 化妆包括刷鼻子两侧 以创造更窄的外观 她还喜欢使用腮红 经常在颧骨上涂抹橙色或粉色腮红 这让她看起来非常可爱 我希望圆脸的少女们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脸型和时尚选择 她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外表感到自豪 并观看新的电视节目肉丝 毫无疑问 韩唐的善良绝对是青岛 赵露丝和迪丽热巴的青春之旅四 大众会看到谁飞 她们的音乐会是固定的 浙江卫视主持的综艺节目青春游记 第四季计划引进六位常驻飞行嘉宾 其中包括孙洪蕾 吴蕾 杨迪 范诚诚 朗朗和迪丽热巴 此外 还有郭麒麟 宋祖儿 张若南 黄明浩 白静廷 黄晓明等几位飞行嘉宾 新一季的内容将比前几季更先进 她将由同一演员阵容中的多位演员出演 推理的最热门表示存在于其中 由于我的期望很高 我对理性的理解是模糊的 孙洪蕾加入回归明星行列 是很多人期待的 同样令人期待的 还有迪丽热巴和吴蕾的合作伙伴关系已经宣布 两位演员都出演了话剧《长歌行》 这是当时流行的电视节目 这位主演的童心给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以她的稳步成长让公众感到惊讶 Song Falcon CHP也获得了庞大的粉丝群 出演暑期热播剧《星辰大海》的赵路斯是青春游记4邀请的飞行嘉宾之一 这部剧的成功得益于大众对她的欣赏 还有赵路斯和吴蕾的CP无路能逃 也是今下最火的CP之一 如果您是青春游记节目中的一对情侣 您认为他们最终会在一起吗?